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关于这个念佛呢 天台中的智德大师 他从直观的角度来提出五方便念佛门 那五种方便念佛门呢 所谓是拧心禅 自心禅 体真禅 方便食言禅 细二变分别禅 那这个禅的意思是禅那禁律 就是这个透过直观的修行 让内心几净住 明了几净住 那么什么是凝心禅呢 凝 就是凝固的凝 这是凝视 凝神的凝 那么什么是凝心禅呢 这个大师首先解释什么是凝心 凡住心一静 明曰凝心 其实凡是你能够把这一念心的安住在一个所缘境上面 不动 叫做凝心 一句是说 你还没修行之前的内心是散乱的 想东想西 高线忧愁 内心的这个没有一个所缘境 内心是散乱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修行的时候呢 就是把这一念心的安住在一个 专注在一个所缘的境界上面 就是凝心 所以智子大师讲的 配合念佛来讲说的 且如行者念佛之时 地观如来 欲豪金像 凝然极尽 了量动策 明拧心禅 那么所以这个拧心禅 这大师的这个解释就是说 我们一个念佛行者呢 你在念佛之时呢 随便念佛 那么眼睛呢 地观如来 欲豪金像 那么足以眼睛就是这个 阿弥陀佛的金色的这个佛像 那么很持续的 观看阿弥陀佛的白豪像 啊 面容啊 神像的庄严 金像 那么这个金色的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像 那当然就是 那当然就是 慈敏念佛再配合观像念佛 那么这个助行一进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宁然极尽 这内心就变得 由从原本没有念佛之间的散落 变得极尽 极尽住在一个符号上面 那么内心的了量动策 这个内心也是非常的清楚 那么明镜住 明宁禅 明宁禅 这个 当然就是 主要说明的 透过念佛 首先呢 成就一种力量 叫做专注力 首先呢就是 抢过自己安住 专注在佛号的境界上面 专注在佛像的境界上面 那么 内心的 宁禅 那么 内心的 把内心 带到佛号的境界上面 然后不动 这叫宁心 心一进一进 那么 其次呢 就是 这都是在讲到 第二种 所谓的 自心禅 护士 前虽然凝心 所习惯慈善 今自知令 还 地缘 金相 免自心禅 这个自心禅的意思呢 这个倒是说的 前面虽然透过佛号 能够 心一所缘 专一安住 专注在佛号的境界上面 但是呢 我们反复内心呢 所习惯 所习惯的就是跟妄想相应 那么 所以呢 念佛一阵子内心起妄想了 起妄念了 那么 慈善 就是 心跑出去了 念佛一阵子 先跑出去盘越外面的五欲六层的境界 那些呢 想家 想到家里面的子女啊 子孙啊 孙子啊 那 这个 那这起 胖烦恼 那么 生起 太余心 起 趁烦恼 想到不如意 好 这个 的境界 那么 生起誠恨心 风恨心 那么 其种种的妄想心 那么 这个时候怎么知道呢 金字之令款 这大师要你呢 那么要去制服那一念妄想心 使令他呢 那一念 跑出去的心里 回环 回到佛号这个所缘境上面 这一念先在念佛 同时呢 演个呢 那么在地缘经像 那么 再回到这个 这个佛号佛像的所缘境 那么在持名念佛观像念佛 那么这样子呢 明智心禅 也就是说内心要有一种所谓的 观照力啦 有专注力还不够 心跑出去的且妄想的 你要观照绝照的力量 能够观察在那些 跑出去把它拉回来制服那一念妄想心 这个字叫自心禅 其实呢 那么这大师在讲到什么是体真禅呢 说是呢 说是呢 你要观察一切好的真实性真实相 就是毕竟空 所以说呢 所以有这个观照也能够 这个调虎望心 回到所缘境呢 得住定境内心呢 那么在 这个所缘境安住呢 慢慢能够有定力 那么这个时候的既非礼观 不管是灵性禅 不管是靈心禅 不过是一种理观 都不是一种理观 没有一种官会力 智会力 那么都是结属释修 都是释相像的 释相上的修行 那么这个时候呢 金体本空 就是你现在呢 要体答 一切法毕竟空的道理 那么能念的佛号所观的佛像 也是原生无形的 那么妄想也是无形的 所以讲 那么这个晶体本空谁是 那么谁在制服谁呢 那么能念佛的心 那么这个以及所制服的这些烦恼 都是不可得 都是原生无形 所以无辅无念 没有所念的佛 所观的佛 没有能念的心 那么一切法的体现 这是毕竟空 这是真实的体现 这是毕竟空 所以叫做体真禅 这是第三种 其实这大师在讲 复制千岁为体真 游至空极 无量免相 媚然不知 今以无所得而为仿便 从空入家 万象动明 不为空城之所破乱 免仿便禅 就是方便随人禅 就是体真禅 主要就是偏向于正念心的 要跟空观相应 那么这个方便随人禅 就是你要从空观里面出来 那么要修假观 也就是讲到 前面虽然讲到体真禅 偏向于空观 但是无量的迷向 媚然不知 我们还是不知道 其他无量的法门都不知道 今以无所得而为方便 现在就是 透过体真禅 为基础 为方便 知道一切毕竟空 那么从空出甲 依止空观来修假观 观察 一切法虽然是空空荡荡 荡荡空空 但是我们这内心 历历分明 那么什么是善法 什么是恶法 那么什么是该怎么办 都非常的清楚 万象动明 所以内心能够观空不空 不被空城所祸乱 是非对错取之 善恶因果 都是清清楚楚 纷纷明明 那么 命仿便禅 这等于是前面 偏向于透过聂佛 成就体真禅 能够有这个空观的智慧力 那么障碍不过 必须从空观再出来 这个 透过假观察一切万法的 假美假像假用 那么能够这种假观的一个方便 随眼观察一切万法 其实最后一种观法呢 就是所谓的习二边分别禅 说是 富士体真既方便各具空有不离二边 经地观动见本无相貌 明言路断 思想易绝 免惜二边禅 这是提神者偏向空观 那么这个 方便属性才偏向假观 所以讲呢 那么各有属职 各有偏职 那么现在呢 等于是 你要去观察 心理心性的 不管是 不管是 禁乱本无相貌 真既心性本来就是 离明言相 离心言相 那么这个 所以讲呢 明言路断 那么思想易绝 所以观察真既心性的 能够不偏游 不偏空 安住 在中道 那么第一地上面 那么这个就是 习二边分别禅 当然等于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透过念佛 当下呢 能够 有事修的这样的念佛 神明念佛 观相念佛 同时又有理观的 这种智慧 那么来面对烦恼的时候呢 能够有那种 缺躁力 观照力 自福力 那么能够 有这种 透过念佛 的一个修行 有直观的力量 调伏烦恼 那么离明中 也能够 透过这种 直观的力量 保护这一句佛号 能够安然地 那么度过 这些烦恼的一种逆袭 乃至生死的逆流 能够保证 令中人能够 心不颠倒 那么 这个不谈恋说佛 那么一念的 跟弥徒相应呢 能够随从 阿弥陀佛 往生到极乐尽头 这是大师提出的 他从算是 天台的 直观的角度 来说明这个念佛 其实我们也在一起念佛 主意 万言放下 引领提起 念颂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